第12题,对于跳蚕者在空中等数下降过程中的叙述下列合者正确 A,动能逐渐变大,未能逐渐变小 我们晓得未能的计算公式是MGH 我们的逐渐下降高度逐渐变小 所以未能逐渐变小是对的 而动能计算公式是2分之1MV平方 那么题目上面已经告诉我 我做的是等数下降 所以我的速度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我的动能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这个过程中动能是保持不变 而未能逐渐变小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跳蚕者仍受重力作用是对的 地球上的东西会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重力的作用 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所受合力不为0是错的 因为题目已经告诉我们是等数下降 我们老师上课提示过 看到等数或等速度 就要想到合力是0 因为牛顿D运动定律 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0时 静者横静 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也就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等数下降表示合力为0 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保持力学能守恒是错的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动能保持不变 胃能逐渐变小 所以力学能就会逐渐变小 并不会守恒 选项株是错的 第12题问我们说 下列合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跳伞者仍受重力作用